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nson, 很多人说超级食物好 但什么是超级食物呢 超级食物其实没有官方的定义 也不是医学上的用语 其实很多食物 某些营养素特别高 都会被语为超级食物 有些也会说 这个其实只是行销的手法 那有哪些超级食物是适合男女老友吃的 都可以推荐一些 譬如可以当谷物吃的 例如这个泥物 它有很丰富的纤维 也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一些微量营养素 譬如美质、甲质都很丰富 另外一些十字花花菜 例如西兰花、椰菜花 它的维他命、抗物质、纤维 和抗氧化物都很丰富 还有些水果类 譬如一些梅类的水果 譬如是南梅、士多啤梨 它们有不同的颜色 代表有不同的抗氧化物 另外维他命、抗物质、纤维也很丰富 最后一些油脂高的鱼类 譬如三文鱼、青鱼 它们有很丰富的奥米加3 这些营养素身体做不到 一定要吃回来 这些都经常被誉为超级食物 我们烹调和食用超级食物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呢 其实选对超级食物之后 都要留意烹调方法 例如最好用低脂的烹调方法 避免油炸它 如果是普通的小油快炒 去烤、蒸、炸、煮 这些是很好的烹调方法 我知道了 以后要多吃超级食物之外 都要注意均衡饮食 欢迎回来健康关注组 本集我们的题目就是 亲意食, 因住久到食毒牙 继续请来我们两位嘉宾 分别是外科专科冯耀辉医生 以及注册营养师丁浩欣博士 我想问一下冯医生 我们是如何诊断 确诊了食毒牙 一般当病人有症状的时候 或者有病人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外科医生一般会做内窥镜 或者俗称的胃镜 那个动作或者检查 包含到病人麻醉了之后 用一支内窥镜 由口伸进食道和胃去做检查 在那个时候 通常如果有食毒癌 医生就会看到有个肿瘤 是 河医生, 我想问 食毒癌是分多少期呢? 通常确诊的时候是第几期呢? 是的 通常食毒癌是分四期的 大部分情况 都是中后期 即是第三或第四期 因为之前的期数很难察觉 所以一支的已经很后期了 是的 通常初期是没有任何病征的 我想问 平时我们不是经常做身体检查 是 会否查到 如果你身体检查 包含到有内窥镜 其实是会查到的 但是否会比较少 即是不是非常普遍 例如这个病本身 在香港算是比较少 亦比起其他癌症 其实是十大不入 另外就是在数字上 如果根据以往的资料 是越来越少的 这个确诊率 是因为大家注意了 吃东西所以少了 还是 其实确实原因 真的不知道 但大家都看到 其实烟闻是少了 大家也多注意健康 少了吃一些业製食品 喝酒也少了 可能因为这种种因素 或者多些人做身体检查 就早些察觉 所以整体这个病 数字是少了的 刚才听逢健身说到 因为我们看回医估局 2021年的资料 其实死亡的数字 吃毒癌是排第十 但其实发病的数字 十大都不入 其实吃毒癌 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病 没错 其实吃毒癌 在我们外科来计 就是手术科来计 其实算是一个 其中一个最复杂 或者很难医的疾病 主要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因为 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些中后期 很厚的 当然你这么晚才发现 传活率当然低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它吃毒癌 本身就是人体结构的问题 它那个位置在胸口上 它有太容易 有太多因素 令到最后医生做不到手术 或者就算做了手术 或者做的时候很闷水 很难切得清 或者有很多人 就算它是第三期 可能种种原因 令到我们做不到手术 那不同期的吃毒癌 是有什么不同的治疗方案 好的 其实大致上 这些这样的癌症 其实如果我们 外科医生 首先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想根治病 如果我们要根治 其实首要条件 是必须要牵涉到手术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病 首先外科医生 是会看 或者用方法去看看 你能不能做手术 切不切得 例如包含一些素描 去看看病有没有扛散 在局部性 看看病的肿瘤 有没有侵食一些重要的器官 因为食道大部分都在胸口里面 幻想到隔壁有心脏、肺、气管、大动物 这种种原因 很多时候因为肿瘤 是在这种重要的器官隔壁 它长大一点 已经很容易黏住它 令我们牵走 而且会不会很容易扩散 很容易扩散 这些主要的器官 很容易扩散 另外有一些其他原因 其中一种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病 是它塞住食道, 吃不到东西 在发现的时候 他去找医生的时候 已经很厚了 他已经营养不良很久 人体很虚、很弱 就算我们设置的房子 可能人已经很弱 接受不了手术 另外一个原因 常见我们做不到手术 是因为第一 我们做这些手术 我们需要穿过肺去做 做的时候 我们在麻醉的时候 只能用一边肺去透气 如果本身这些人是烟闻 他的肺功能本身已经弱了 已经弱了 已经弱了 然后他本身营养可能不够了 到我们真的查到 他的房子原来能切得到 但因为他的肺功能不合格 也做不到手术 其实对于医生你们来说 也很头痛 对吗? 很複雅 多数都是医民 而且真的会牵涉到很多 好像有很多考量 有很多考量 才能做到这个治療 对 傅先生我想问 如果真的要切了食道 对病人有什么影响 和他们如何再进食 这里提到复杂性的问题 切了食道之后 我们如何重建 或者如何继续一条路 让病人可以吃到食道 总括来说 那个手术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会做肺部手术 病人会全身麻醉 我们会切走空腔内的食道 第二部分 我们会做肚部的部分 将肚部的腹部 切走 然后把肚部的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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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腹部的腹部 把腹部的腹部切断 然后把肚部的腹部 把腹部抽到腹部的腹部 所以最终 很多人会问 能否消化 能否消化 能否吃到东西 最终一般这些手术 我们不影响喉咙 我们不会影响它吞烟 但是唯一就是 它一吃了 经过喉咙 直接下肺部 因为肚部将来会永久在胸口 唯一一样 会有一个 有机会有腸瘀的影响 因为肚部在隔壁 很容易有胃酸倒流 直接上后 也很容易灼伤 对 食道的位置 很近 很近 这是其中一个有机会发生 但大多数都可以 用一些胃药去控制 我要马上问丁博士 如果在你们注册营养师的界别里 对于这类型的病人 你们会有什么方法 让他们吸收得更好呢 在营养上 其实有几个情况 首先我们要看他 和病人做个评估 看看他吞烟 或者吃到什么质地的食物 我们通常会看他平时的食物 我们会建议一些高热量 高蛋白质的食物给他 让他在小食物 已经吸收到足够营养 另外我们也会建议多餐小食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每一餐吃到少许 胃口不好、作呕作门等 我们会多餐小食 每一餐都给高营养的食物 另外一个… 高营养是例如什么 例如一些含有蛋白质豐富的 可能他们不是吃得那么多肉类 咬到那么多正常的食物 例如饭等食物 我们会用一些软一点的粉面 就是营养高一点的 例如鱼、豆腐、鸡蛋 这些含有高质素蛋白质的食物 去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不用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 当然还会建议他 吃一些容易吃的生果 因为很多蔬菜 因为很多维他命矿物质 都是… 例如一些瓜类 或者一些软一点的奇异果香烧 这些 听完这么多 最重要是大家不要吃太热的东西 而且要吃得清淡一点 就会身体健康一点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想关注的话 也欢迎你们到我们的 Facebook专页健康关注组留言 今天就多谢冯医生和丁博士 或者可以透过WhatsApp 5399-5388留言给我们 下集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